我也有把註解寫上去 這個註解當然你不寫也沒關係 只是說對初學者來說這還是必要的 另外縮排一定要有縮排 這個是一個縮排 這個是兩個縮排 這個是三個縮排 越裡面的話縮排越多 結構就清清楚楚的 上面有註解 底下有程式 很清楚 說真的這樣還會寫錯程式 應該也很困難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用Range 我們用Range的方法 Range部分的話也很重要 只是說將來這個Range 可能這個列號會增加 所以也許你可以用追蹤的 所以其實未來還蠻多地方都可以用追蹤的 再來的話 就是如果我希望做一整年年曆的話該怎麼做 因為這個難度其實還蠻高的 底下的程式一直到哪裡?到這裡 從哪一段呢?從每個月第一天一直到年曆清除 這幾個我先用複製的好了 因為我看時間也沒那麼多 所以西部的話我就是挑重點講一下 還有有些城市複雜度太高了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玩玩看 哪些地方會困難度太高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把它清除格式 恢復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先把那個年曆清掉 年曆清掉的話要怎麼把它清除呢? 其實你會發現 這有個問題啊 如果用Range的話 我可以整個把Range A A2到L32裡面的話 等於空的也可以 或者是點ClearContent也可以 但問題來了我一定要留下什麼? 留下第一個 第一天要留下來 其他清掉 那怎麼做? 後來我想的方法 有什麼方法比較簡單 後來我乾脆知道 我就先把這個A2裡面的資料 這個你可以用Sales 你也可以用Range 我用Range比較簡單 Range A2先放在A 意思是把這裡面的資料先放在A 這做什麼? 因為等下我就把它底下A2到AL32做清楚了 然後再把A放回去就好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我現在把它清除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裡面有格式的話 比如說像我剛剛 假如說格式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 我做這個 按F8 這個先放在 所以你會發現A裡面就放什麼? 放這個日期 然後在ClearContents 你這個我印象中 你可以用點Clear ClearContent是清除內容的意思 或者我記得好像也可以用什麼? 等於空的 這樣好像也可以 我給我試試看 A58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兩個方法 然後呢 再把A的東西放回去 有沒有 可是我有個問題 什麼呢? 我剛剛格式忘了清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但是問題來了 那你如果說要把格式清掉的話 那剛剛不是有寫了一段嗎? 叫什麼? 還原格式底線Range 那問題我把它括過來好呢? 還是我乾脆有個方法 我用Call有沒有 我發現 Call的意思是說 已經有寫了 那我呼叫它就好了嘛 Call 還原名稱的話 就把它加在後面就可以 還原格式 那我按A58 你會發現它跳到這裡來 幫我清掉格式 恢復黑色字 然後清掉底色 有沒有 馬上就清空了 OK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就是還原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如果要產生 像我們剛剛呢 每個月的第一天 剛剛是用手動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用寫VBA的話 怎麼做? 其實VBA 我讓一大顆看 資金 有沒有? 就過來了 那你想說怎麼做到的? 其實大概有幾個方法 丟公式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公式應該是什麼? FOR I 應該是FOR J 有沒有? 橫向的話 FOR J等於第二到第十二 有沒有? 因為B的話是二 二到十二 所以我寫的話 你會發現我寫的是 FOR J等於二到十二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輸出到哪裡呢? 誒?輸出到 這個 先把它 這就留下來 那特別注意喔 我們之前是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這個公式 把它放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那一樣的原理 如果有雙引號 就變兩 沒有雙引號 還有呢 會變動的話 應該是這個 這個的話 有沒有? 不是後面這個洞 之前是列 現在是變藍 但問題來了 藍的話呢 是變ABCD 可是問題來了 我追 現在是數字 那我要怎麼樣把數字 變成文字 OK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地方 我要想一個方法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什麼方法? 誒? 你會發現前面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話呢 它上面打什麼? ABCD到L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需要什麼? 需要幫我 假設我是2的話 應該就抓這個 就抓什麼? 把A抓過來 然後如果我現在是3的話 我就把B抓過來 有沒有變B3 這邊變B3 這邊變C 也就是說 我需要它每一個變動的時候 它就抓它對的那個位置 那怎麼做? 很簡單 也不簡單 主要一樣 就是在A的地方 雙號兩次 移到中間 AND兩次 再移到中間 把它怎麼樣? 這個先空白好了 AND前後先空白 關鍵在這裡 之前我們是放個I 可是現在沒辦法放I 現在只能放J 因為我們現在是J回圈 那我們可以用MID 填瓜糊 MID之後的話 你把那個String有沒有 把這個字放到這裡來 COL 痘點 接下來它說哪一個字開始 我從DJ一個字 痘點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就好了 意思就是什麼? 如果當J等於2的時候 那就幫我把他的第二個字抓過來 第二個字哪一個字? A 所以如果它等於2的話 就把2 這個A抓過來 那不就A加2 那就A2了 有沒有? A2了嗎? 那如果變成3的話 那就把B抓過來 那就變成B3了 以時類推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 這個I之前這麼相對簡單 為什麼你這個J要弄那麼複雜? 沒辦法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這個儲存格後面列比較好 因為這是數字 可是前面呢 它一定文字 OK 它是文字喔 那你沒有辦法 公式裡面一定是一個ABCD 可是我們現在回圈 只接受數字 你數字 你回圈 回圈可不可以改成文字? 沒辦法 它就沒辦法變文字 所以怎麼辦呢? 它不能改 那只好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 讓它可以改 所以這個方法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OK 這一招的話 就可以把很多 本來怎麼樣 放追 它沒辦法放數字 就可以把它轉成 變成 由數字去轉成文字放過來 這個原理原則 真的需要一點動一點腦筋 如果你懂這個原理原則 可以變化出非常的多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 每個月第一天有沒有 那每個月的其他天也是一樣 我也是照通的方法 全部把它做出來 然後呢 再來的話 要做年曆的話 其實很簡單 年曆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用Call的方法 那在Call之前 我先用Input Box 有沒有 那我用了一個叫Application Input Box 主要好處就是說 如果Type 冒號等於1 只能輸入數字喔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 把它清除這個年曆 然後就年曆 第一步就是Input Box 比如說我輸入 輸入2021 假設我今天沒有輸入數字 我先輸入中文的話 比如說2021 對不對 特別注意喔 這個Application.Input Box 這個方法 它的好處是 如果你Type 冒號等於1的話 只能輸入數字 如果你輸入不是數字的話 它不讓你過關喔 OK 這有點防呆的味道 所以Input Box還蠻好用的 它具有防呆的效果 所以我一定要輸入2021 再按確定 它才可以幫我全部跑完 可是你想說 這個地方我到底跑哪些 我再把細節講一下 第一步的話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先讓它Input進來 那可是我只有輸入什麼 只有輸入那個2021 對 可是後面那些東西呢 其實特別注意喔 我是再加上去的 2021有沒有 and 斜線1 斜線1 所以其實喔 主要就是方便使用者輸入 不要讓它 還要2021 斜線1 那太麻煩了 你先讓它輸入2021 然後再串起來 丟過來 所以丟到A2裡面去 OK 它其實一樣 然後再來的話 剛剛是每一天 我剛剛已經寫好了 所以呢 我就call它 有沒有就這個 然後就讓它 把每一天跑完 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 然後再其他的每一天 這樣的話呢 等於用call的方法 然後call每個月的其他天 最後呢 再call什麼 格式化日期 就完成了一整個年曆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城市比較複雜的地方 大概就是每個月第一天 還有啦 最最最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每個月的其他 其他日期 因為這實在複雜度太高了 所以我就放在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回去做做看 有問題的話可以再提出來問 我剛剛講的這個是在雲端白板的這裡 第13頁的地方 剛剛講這個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其實後面還有那個插入列 跟那個刪除列 今天可能講時間會來不及 所以回去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先試試看 剛剛有demo吧 如果你要在下面 插入空白列 特別注意喔 你要插入也是跑個回圈 看你要從哪一列開始插入列 當然是切記喔 我這個城市喔 插入列的話 有一個特性需要注意就是 你如果插入列喔 你本來要for i 可能等於2 那當你插入列之後 你會發現下面會增加一列 所以你將來可能要2到3 3跑到4去了 有沒有 你插入列嘛 他列會往下 所以插入列跟刪除列可以 後來我就想一個方法 這也是我想出來的 那如果我反向3 或反向插入的話 這個問題就沒有發生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在雲端上面的第16頁有放 插入列有沒有 跟那個刪除列喔 一律都是反向回圈 那什麼叫反向回圈 就是我從大的到小的 之前是從小到大對不對 那你如果從大先插入的話 你會發現它不會影響上面 因為插入就是插入到下面 它不會影響你上面的那個 列的那個部分 OK喔 只是說你回圈後面要加 step-1 越來越少 它預設是step-1 越來越多 如果你要越來越少的話 一定是step-1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練習看看 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就先講到 這個年曆的這個部分 後面比較難的部分 可以給各位當參考 如果有問題 可以再提出來問 那今天的話 也許先講 下一次上課的話 可能我們就要 再來看那個第四個單元 數學函數部分 OK喔